他从云贵高原南路走来 经过壮动苗窑的山山林林 在柳州拐了一道弯 怀抱着这一方热土孕育了柳州人 他就是柳州的母亲和 唐代文学家柳州刺史柳松原笔下 江流驱四九回肠的柳江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地级 及以上城市国家地标水烤河断面 水环境质量排名中 2020年以及今年1至10月 柳州水质位居中国第一 将时间回播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作为广西第一大工业城市 柳州在发展进程中走过一段弯路 如今清澈的柳江那时是另一个模样 烟囱淋漓 浓烟滚滚 粗放的工业发展模式导致环境污染严重 酸域频率最高时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五 这是老一辈柳州人最深的记忆 也是最不愿回想的场景 这湖江码头下面这里都抓了好多鱼 回去一举 就闻到那个臭味了 根本不能吃了 所以年过八旬 维京质回忆起当时的柳江 仍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 企业和市民的环保意识普遍不强 柳州市区不到九公里的柳江两岸 分布着三十多条排污沟渠 大量工业污水 生活污水 直排柳江 触目惊心 以至于1982年 维京质从企业调到柳州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工作时 还有些彷徨和犹豫 不太清楚这个环保和环卫 以为是扫大街的 污染在水里 根源确在人的意识 要破掉环境污染的怪圈 必须让环保的种子在市民心中生根发芽 枝繁叶茂 半路出家的维京质 决定把下一代培养成环保专家 1992年 环保专业毕业的小女儿维嘉 女城副业来到柳州市环保监测站工作 2012年发生在上游城市的格污染事件 曾严重威胁柳州引用水安全 对当时奋战在一线的维嘉来说 这是一段珍贵的工作经历 很多市民他打电话过来 关注的点都是在水厂提供的自来水 能不能饮用安不安全 近年来 柳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打响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制污攻坚战 调整工业布局 一大批工厂退城进园 退城进郊 建成五大污水收集系统 污水全部截流进行集中处理 柳江干流全线安装河道天眼 建立河掌制 现有市、县、乡、村 四级河掌两千多名 招募5.2万名环境保护类志愿者 开展保护母亲和行动 如今柳江水质重获新生 许多原来污染环境的城中工厂 变成了惠民亲民的公园 学校、住宅小区 我在柳州生活九年了 我经常和我家人来讲边散布 不算是冬天或是晨天 全城市经常横路 也是有很多的粉红色的花 我觉得是因为柳州的生态 真的很美、很棒的 今年五一假期 柳州游客接待量271.33万人次 位居广西第一 柳州的美景太多了 一点都不输我们江南的风光 尤其是柳江的夜景 真的令人非常震撼 夜游柳江已成为著名的旅游项目 而最惊艳的盘龙山人工瀑布处 早年曾是一家映然企业的牌屋口 当我发现柳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我开始使用一些公司网站 去推荐柳州城市 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城市是很美丽的 而且我希望柳州城市 能够更有名的 和更有名的 山清水秀地干净 柳州赢得了山水城市中工业最强 工业城市中山水最美的在于 城市吸引力也在显著增强 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中华秋沙鸭 从数千公里外迁徙而来 成为柳州的常客 F1摩托艇世界锦标赛 国际内核帆船赛等水上体育赛事 把柳江作为比赛赛场 借助水上运动 柳江成功破圈 柳州以山水工业城市飞升中外 柳江这么美 不仅吸引了大批国际学生 到这里恰恰比赛 也让一批柳州家成长起来 让他们走到了国际的舞台 如今 柳州以广西十三分之一的面积 创造了广西四分之一的工业总产值 躋身中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 汽车最高年产量超过250万辆 上汽通用武林、柳刚、柳工等一批知名工业企业 挺起了柳州工业的脊梁 发达的工业经济与中国第一的水质 在柳州同放异彩相得一张 创造了中国工业城市绿色发展的奇迹 柳江 这条中国河流的重生 是中国生态日趋向好的一个缩影 也是观察美丽中国建设的一个窗口